完的话也许旧的资料本来是这个是没有的 因为我刚刚直接跑一边应该没问题 那里面的话呢 因为呢特别注意 我这边第11列有差略的空白列 为什么 因为它抓太久了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等一下你们练习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干脆不要全部跑完 不然的话跑太久了 OK我们大概意识到就可以了 所以我大概跑一个 大概9笔10笔这样子 好意识一下 好那首先第一个 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刚刚的这个动作 我们把它自信给大家看 这样你可以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 它会自动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这新增一个 然后放过来 新增一个 把资料放下来 新增一个放下来 新增一个放下来 好全部结束之后 又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那里面的话 大概的流程 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先这个删除等一下再看好了 说这个网路上都有了 前面也有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把股市下载的这一个 这一个sub这个程序怎么样 改为共用的 那共用怎么改 前面好像讲过了 就是第一个 你可以把后面 我加个底线 区隔一下 一般如果你要改之前 我建议你把旧的留下来 不要直接有改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旧的还需要 那你一改了 可能就忘了原来长什么样子 版本控制一下 然后呢 传一个网址 这个参数也许是网址 那网址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原来的那个网址怎么样 盖掉 那盖掉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有一些同学 比较不会改 因为特别是一样哦 就是说呢 我把中间这一段 我恢复一下 原来长这样 那改哪些地方 改哪个地方 特别 这边不是个HTTP 对不对 一直到最后面这个冒号 请你把网址原来的这一串 delete掉 后面移到后面空一格 end串接 空一格 打一个什么的网址就可以了 把这个网址 加到哪里呢 加到这个里面 那记得后面原来这边 好像底线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空格 因为你后面的东西 要跟前面一行连接的话 一定是空白加底线 它才会把下一行 跟上一行当成是同一行 不过我发现 其实好像 你干脆把这个删掉好了 让它往上串在后面算了 这样子好像比较OK 不过不影响 因为那个空白加底线 表示下一行跟上一行 是同一行 那是主要是因为 你的那个东西太多了 太长了 跑到最右边去才需要 不过这里好像不太需要 所以把它删掉好了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传过来一个网址 就可以丢到这边 跟UIL串接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把股市下载的部分 改为共用的方法 共用的那个程序 再来的话呢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叫什么 批次新增工作表与下载 这个名称好像有点冗长 你们自己可以改一下 批次下载也可以啦 OK好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你要做什么 跑一个回圈 跑一个回圈 刚刚讲的 For i 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A1向下侦测 它最下面到哪 因为我这边隔开了 因为我怕跑太久了 那你A1 A2都可以 我这边A2 A2向下侦测 那它会告诉我说 最下面一列就是10 到10就好了 不要跑太多 然后2到10列 再来的话呢 把A栏里面的资料 先丢给X 这边X是一个变数 名称自己取 没关系 不一定叫X 你叫别人名称也可以 再来的话 把B栏的东西放在Y OK 那特别注意 我前面都有加一个许子 为什么? 因为怕大家切来切去 最后忘记 一定是第一个 主表一定是第一个 所以前面一定是第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A栏 这个储存格 然后再做什么呢 shits.add after shits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了 反正新增工作表 再来的话呢 重新命名 所以重新命名的话 一样是shits shits.com .name 等于什么呢 X 那它就把水泥 放到什么呢 这个地方 把它重新命名 这个好像前面也讲过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觉得怎么样 要把网址 逼然的东西 丢给什么呢 丢给上面的共用 那个股市下载 所以call 呼架 有没有 股市下载共用 把Y怎么样 就是逼然的这个网址 丢给它 那它就怎样 帮你下载了 那下载到哪里 因为你new 你新增一个对 它就帮你下载了 OK 然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之后的话呢 那就换食品 以此类推 OK 然后就全部跑完了 好 就 最后的话呢 NAS就跳到哪里 那最后呢 记得加这一行 这一行什么 再帮我切 因为一定 在最后一个啦 有一个玻璃 那我就切到第一个 许次 一点时类 就切回去了 OK 不过呢 当你在下一赛执行的话 会发生一个问题 旧的工作表还在 所以怎么办呢 理论上我想先把旧的全部删掉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会多一个 删除旧的工作表 那因为我这个前面讲过了 所以在云端上这边也有 我是把它披制删除工作表 那应该 所以甚至这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反正以后你要删除的话 直接怎么样 要不直接就贴在这上面 要不就怎么样 贴在这个上方 因为它是一个副程式 所以如果将来你要用它的话 怎么样 很简单吧 直接用call的方法 什么时候call呢 当它实行的刚开始 就先什么 删除 工作表 call 请问一下call 呼叫他一下 那他是什么 因为我删的话 是从最后面一个 删到第二个 所以以后的话 你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要call过去 你要记得你要删到第几个 你不要全部删 把不应该删的也删掉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 也许我这边 这是一个中断点 跑一次给各位看 他会先call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会先call它 这个地方 然后先把它 全部删掉 这样 再来的话 我删错 ok 那再来全部删完之后的话 再来 跑这个 抓到什么 抓到这个 水泥 然后里面的网址 这两个先抓出来 X跟Y 那新增用工作表 重新命名成X 就是水泥 然后呢 call股市共用 把网址传过来 它怎么样 refresh抓下来了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因为呢 A欄不要 所以这边多写一个 那个A欄点Delete A欄散掉 然后呢 自动调整栏宽 再把游标放回A1 跳离 又回来NAS 换下一个 那下一个的话呢 它是抓到什么呢 抓到的是 食品 网址 然后呢 新增一个食品的 对吧 下载 一样了 所以底下都一样 就把它什么 这个食品的抓下来 然后自动调整栏宽 最后的话 跳离 其他都一样 所以执行 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OK 不过因为 33档股票实在太久了 花太多时间了 所以 不然你们等一下 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 就是上 是不是上个礼拜 那个 那个表单 放一个 我旧的版本 是放那个Press Bar 不过我讲过 那个在64位元的Excel里面 会发生问题 虽然大部分的同学 用的应该都是32 不过难免 那怎么知道 32跟64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右上角有个问号 好像记得是这个 不是不是 跟着一下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应该是关语 应该我记得是 说明 有一个选项吧 好像是 是关语 还是什么 找一下 就可以看到你的版本 是不是64了 是不是 再找一下 如果是64 那 我们原来那个Press Bar 就不适用 32 可是不对 这有时候 你不能限定说 人家是不是用64 所以我们改成那个 上个礼拜讲那个方法 OK 好 试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 好 所以批示的把那个 网页里面的资料 抓下来 然后等一下的话 也许延伸出去 我们可以再 加上一个那个 就是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的进度 跳跳跳跳跳 OK 然后 再来的话 看要不要一段时间 让它自动去更新 一段时间让它去更新 再来的话就是 也许你可以不要新增 那么多工作表 如果说你要把 全部的资料 新增在 下载到同一个工作表 就刚刚跟那个 我们刚刚那个 范例 那个下载进修部的 网站的那个范例差不多 那也是可以 你就不用下载那么多个 你就下载一个 但是也许中间可以间隔一下 诸如此类的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去 把后续的 我可以把它全部出来 那这样的话 以后如果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变化 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